其實我覺得柯文哲出這一招是非常高招的 因為我們原本想像律師一定提抗告 但是抗告被駁回 高院又會下一個裁定說 你其實如何如何 更難看 所以他們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提抗告這件事 本來想像提抗告的目的是什麼 宣誓我無罪 宣誓我是無辜的 可是發現提完抗告 高院有可能會給他再一次的下馬威 所以他選擇不提抗告 可是不提抗告 又要怎麼讓別人知道 他其實是無罪的 所以請律師寫出這個聲明稿 而且這個聲明稿對外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給檢察官只有兩個月的辦案期限 越短的時間對柯文哲越有利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柯文哲被無包請回的那一天 人家就問他 檢察官會提抗告 他說 檢察官你最好馬上提 為什麼別人這麼快 鄭文燦這麼快 你不馬上提 為什麼他會這麼說 因為越快提抗告 檢察官手上的資料越少 所以他會希望檢察官趕快在兩個月 馬上偵查終結 如果時間越短 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重點 你時間越短 現在在押的共犯越能夠忍得住 越能夠扛得住壓力 而且這些其他的共犯 現在通通抗告被駁回 說真的特別像沈靜金 我現在唯一可以出去的理由 叫抗告沒有了 我在裡面遙遙無期 兩個月 四個月 我會覺得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出去 成為污點證人 我就可以出去 結果柯文哲 現在下了一個聲明 大家一定要忍耐 忍住兩個月 你不講 我不講 你查不到金流 你不講出來就查不到金流 在這種結果之下 全部都無罪 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 叫求徒理論 也就是說在全部的被告 都願意不講的狀況下 是最有利的結果 就全部無罪 但是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別人會先講 所以誰先講 誰最有利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檢察官獲勝 而柯文哲讓所有的被告 下了一個定心丸 大家忍耐 兩個月隔空告訴大家 你的律師會回去告訴沈慶晶 那個映小薇的律師 回去告訴映小薇 大家忍住這兩個月 你不講我不講 金流查不到 通通沒有心事證 所以結論就是通通放出來 現在已經可以形塑出 這樣的共識出來了 所以包括今天 可以這樣隔空 我跟你講 我現在很多訊息 我跟你講 大家再忍一忍 然後透過律師聲明 可以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個案子最有趣的是 偵查不公開 但看起來好像天天公開在審判 包括今天問沈慶晶 我們大家也在猜想 沈慶晶正常 應該是要問他金流 應該要問他要不要認罪 可是今天一早 柯文哲就在這時間 趕快的告訴所有的人 大家忍耐兩個月 只要忍住這兩個月 你不說我不說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 就算有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但是還是要看 這些被羈押者的身體狀況 因為看起來沈慶晶今天是 滿虛弱的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人出來喊這句話 沈慶晶可能今天就 我願意當污點證人 但是不知道他能忍多久 但是給了他一個希望 你知道我們在偵查中 特別在羈押的時候 遙遙無期的等待 是被告最可怕的 心理戰的一種 所以我們很常這樣 我把你壓兩個月 我連傳你出來 都不傳你出來 他一個人關在牢裡 天天在想 為什麼檢查不傳我 難道有更可怕的事情要發 是不是誰 講了很多我現在的證詞 已經沒用了 對 所以他就反而說算 我趕快出來講好了 他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戰術的 剛剛講囚犯理論 其實我們學院也有學 但是在實務上很重要 你想想看 壓在裡面一個人 他不知 誰先講 誰先得利 誰先講 誰可以換取污點證人減刑 誰先講先得利 然後你明天官在那邊說 現在檢察官怎麼都不來約我 會不會隔壁那個先講了 對而且連證署檢察官跟你講話 也會說可能有人要講囉 對 那他就走了 你要不要先講 考慮一下 又沒有冷氣 那這個時候 所以我剛才講 這個聯合聲明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機關 他告訴你 我也不抗告了 兩個月後 我現在跟你直接直求對決 兩個月後處理 這時候被告說 那就兩個月 他從遙遙霧期變成有所期待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這一次不抗告 有一句話我最好 他寫三點 第二點 不為難法官 你也幫幫忙 操弄民粹 有一個補教界的老師的小草 就嗆要殺檢察官 殺法官 還不為難法官 法官的工作 抗告是他的工作職責所在 提抗告不會為難 你每天在做這個事情 他的工作就是 你要抗告他就來審 那該裁定發回根審 還是怎麼樣 不會為難 真正會為難是 我們從上一次高院發根 就看到柯文哲裡面 朱雅虎變成被告 然後從二次家庭 我們就看到他承認部分事實 以及相關部分 他這個網上一送 前面有四個人 彭震生 這個沈慶金 印曉威 吳順天 吳順明 這四個都已經被壓了 你這個祖賢 送上去抗告機會不大 到時候又寫了一篇 又露出了一些 可以打臉聲援擬者的部分 所以他選擇不抗告 在策略上是對的 但是律師發這個聯合聲明 是比較罕見 到底是律師要發 還是委託人叫他發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件案子 對 我覺得定語講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柯文哲先生在庭前 已經向辯護人明白表示 其成成名不願意讓法官有所為難 我們先假設這句話 他真的講過這句話 他為什麼在開庭的時候 要講這句話 我跟大家講 我們通常遇到 現在柯文哲被認定 包括地院認定的是圖利罪 很明確 你明知違法 或許柯文哲認為 雖然我知道有違法的可能 可是彭震生 督審會 他們做的決定 我尊重他們 法官會告訴柯文哲 其實你不知道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法律 是這樣規定 你公務員知道有違法的危險 你仍然繼續幹下去 就叫明知違法有圖利罪 柯文哲或許那時候被法官說 好啦 你說得對啦 你認為我有圖利啦 那沒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柯文哲 其實乖乖的上靠 乖乖的走上囚車 不然我本來想像一個無辜的人 他應該會很掙扎 應該會很生氣 但他卻乖乖上囚車 為什麼 他被法官說服 也包括他的律師出來 我們盡力了 為什麼 因為法官明白告訴你 你有這些事證 就已經是違法了 所以柯文哲在那個當下 我如果我不管 不過你都法官 你講了算 所以我願意配合你 但是或許柯文哲覺得 賄賂我沒有 法官在裁定說 可能轉向賄賂罪 可是柯文哲認為 賄賂我沒有 所以我寧可被你關兩個月 查不到金流 查不到事證 放我出來 所以他才會寫說 我認為我不要讓法官為難 你盡力去查吧 那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們有講 有兩種可能 為什麼認為賄賂他沒有 第一種 我真的沒有收賄 第二種 我收賄你查不到 像今天我們特別有講到 有一位檢察官 叫陳文綺 加入了這個偵查的行列 為什麼 他專門辦虛擬貨幣 專門辦這些洗錢的 很多時候 我們講說 我們現在的收賄 2.0 3.0 4.0 現在在收現金 這實在是太粗爐了 粗暴野蠻 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拿現金比較傻 所以現在要怎麼收錢 虛擬貨幣 拿個冷錢包 裡面都是一些數字貨幣 你連檢察官看到 你也不知道 這個裡面有藏數字貨幣 拿完數字貨幣 怎麼換現金 去交易所 去虛擬貨幣交易所 換出現金來 而且我可不可以讓我的小孩 在海外收 我可不可以讓我子女 在海外收 我只要拿個冷錢包 在那邊換現金就可以了 所以才需要這樣的檢察官 來介入調查 我們在海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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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海外收